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今天开始也不用再加国际电讯专利税 预计可以省回5亿 政府又准许电讯由明年开始分3年 将本地的住宅电话收费 由目前的每个月68.9增加到110 政府表示增加本地电话市场的竞争 用户最终是可以受益的 详细的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